同时自会在发表的灾难报告中呼吁 各国应该签订新的条约 并且重新审视国际卫生规范 来提升疫情防范的能力 同时报告还建议全球卫生资金 至少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 为防疫的准备工作投入更多资源 华与新闻黄玉军综合报导 首先就来看到行政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今天正式上任了 特别到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刘新婚 新内阁就任之后 随后立即左转 陈建仁也向朝野立委喊话 这快4月就能发放 也希望朝野党团善体名义 尽速让草案通过 行政院长陈建仁 以及副院长郑文灿 上任第一天就到立委员拜会立法院长游锡昆 目的已经终于到了 最为对本优秀向导的感谢 何时能发 请我吃蜜蜜蜜蜜蜜蜜肉 审查的时间 大概到2月17号 才能够开始来做投票讨论 然后再加上通过之后 如果还要 三天的时间 由总统来公告 接下来由行政院来提出预算案 然后再审查的话 按照刚才的撒盘推演的时间 大概最快的时间 要到4月份 在立法院这一边 朝野党床 大家能够 能够善体这个民意 让这一个特殊条例能够快速通过 表示最快4月份就能发 但是还讲了一句 判朝野善体民意 言下之意 难道是担心国民党会从中阻拦吗 最快的速度 大概还有15个工作天 这就是比照前瞻 这一个投票计算的审查部分 但是这边所有的前提 都要国民党不杯葛 所有前提 国民党不捣蛋的情况底下 在野党绝对希望 能够尽快的去发放现金出来 可是执政党 如果要借着这样的理由 去包裹很多的议题的时候 那朝野是不是很快会有共识 我们不晓得 国民党会好好把关 6000现金核实发放 恐怕还有变数 尤其对于新商人的隔魁陈建仁 可是炮火四射 我借调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这件事情 我们行政院的发言人 陈仲彦他已经有做过说明 如果各位还有要想详细的内容的话 他可以来回答 这确实是一个超路俗事的论文 而且后来也对这一个期刊的审查者 同意能够刊登 所以这没有所谓的抄袭的问题 那这是一篇很好的论文 如果大家有要更详细的内容 也可以请教他 在野党提出的质疑 陈建仁最后都不忘交给发言人回忆 之后到了立法院被寻 恐怕在野党这一关很难过关 欢迎新闻江波伟扬指寓台北报导 党真焦点来关注 今年大年初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才说要不要选2024焦点神明来决定 春节假期一结束 就传出郭台铭已经私下败会蓝营大佬 打算组成非绿阵营 前立法院长王景平就证实 郭台铭过年期持续有要约见面 跟郭台铭熟事的国民党议员 林津杰也后露 说过年期间郭台铭真的是 请跑鸡残倾听民意 对是否参选2024有想象空间 谁能够杜绝他 心里面是老百姓期待的 我问了神明让神明来做决定 大年初一到庙宇参拜 洪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这句话 瞬间一方正谈话题 参选2024到底有没有谱 虽然没有评说 但私下却是动作平平 不请到全台各地爬爬道 竟然不成声音 跟私下密会蓝营大佬 派民董事长见面 派民 那你有劝他希望他回人民港吗 没有 他有跟你聊到整合大平均吗 没有 连以前他说 见面有说过年再行 市长跟董台他们本来 这个沟通都很顺畅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 那这个多次他们有在这一个 去年十二十六号的这一个选举 在助选 他们都有多次的场合 这五个在一起 跟郭台铭交后的政坛人士 证实郭董的确有动作 刚缠出郭台铭 有意统成飞绿阵营 担任服鸡 目标瞄准2024 总裁目前还在这一个地方 趴趴走 希望就是说 多听一些基层的声音 看基层的这一个军营的反应 那我们就都说了 出发 为我们中华民国做一些事情啊 2024选战 在野阵营动作平平 郭台铭有意组成飞绿阵营 柯文哲二月起深入几层 国本党呼声最高的郝友宜 等待党中央征召 至于主席朱立伦 则是积极安排 出发明日争取机会 不管是兰头的补选 未来兰党如何做 我相信以主席的罪子 还一定会想到 如何让兰党做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选党的一次 都在集中努力 3月4号兰头补选 那目前我们就希望大家 与兰臣能够高票胜选 2024要出选 台湿征召头又以把球 优给朱立伦 在野阵营表面上没有动静 私底下暗直居修涌 欢迎新闻中立达王一德 台北参观报告 好 再来看到2024总统大选 在野阵营 台北挥出人家 传出在野阵营有意 飞出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成为飞绿阵营的共主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曾经喊出 组飞绿大联盟的主张 飞绿阵营真的能够合作吗 如果在野市立要合作 包括郭台铭 柯文哲 还有侯友宜 朱立伦等人 要如何搭档 台湾的选择 胜利合作的最大安静 2024我们要把球场赢回来 把立伟全力打好了 准备出发 台湾要把2024赢下来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北市党部新春团败 展现气势 输人不输政 国民党想重新执政 可不能忽视这个男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卸任台北市长后 传出近期正在规划访美 并且备战2024总统大选 很多事情要做的 但是还没完全想好 柯文哲还没完全想好 但各方势力都在低调布局 希望在2024拉下民进党 传出在野阵营 友谊推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成为飞绿大联盟共主 蓝白阵营都想成为 飞绿阵营的领头羊 蓝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都欢迎 只要是飞绿的人 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决定 呼吁飞绿联盟团结 朱立伦队再也整合持开放态度 但不管是朱立伦 郭台铭还是柯文哲 都有之大位 而且郭台铭也还没对 飞绿联盟表态 在野大集合 有机会组得起来吗 那个飞绿大联盟 那你有没有问过 柯文哲的议员 你有没有问过 持代力量的议员 我觉得那个只是 现在蓝营似乎 渐渐感受出娇气了 我觉得现在的在野党 一副自得意满 并没有把老百姓的需求 放在心里面 只懂得把位置分配完了事 想要获得飞绿民众支持 恐怕得先拿出正机牛肉 而且柯文哲 郭台铭都对成为副手 兴趣缺缺 国民党的侯主两人 更不可能屈居人下 在野阵营大党怎么排列组合 才是飞绿大联盟 成局关键 华语新闻 张环轩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防疫措施再度松绑了 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首日 就视察指挥中心 除了感谢防疫团队 以及全民的努力 也点出口罩令和入境检疫 可以进行调整 对此呢 指挥中心也临时召开记者会 预告本周四 就会宣布松绑室内口罩令 大致的方向和韩国相似 分三大区域规范 其中医劳院所 还有大众交通工具 维持强制佩戴口罩 征服隔魁 陈建仁 郑文灿 新官走马上任 第一天就到指挥中心视察 卫福部长薛瑞源 疾管署长周志浩 指挥官王毕胜列队迎接 接着疫情人就上楼闭门开会 防疫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我在会议上 也特别感谢 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疫情有稍微的人数有增加 这是因为春节的活动的关系 再加上春节的前几天 没有就医就诊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监控 本土确诊数连两天翻倍 31日新增32,023例 比上周同期增加118.2% 虽然预估只是小泊反弹 但陈建仁上任首次视察 人到指挥中心 新内阁对疫情很是关心 也点出两大检讨方向 我们也发现全世界的疫情 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室内口罩规定 入境检疫的措施 我们也觉得应该可以 再来做调整 考虑到中国疫情 阳心率降低 没有新变异株 国际疫情也下降20% 国门再松绑2月7号取消中国入境台湾 唾液PCR 自港澳转机也不用骰音报告 至于各国入境快筛改为止罚一计 零加期检疫每两天 骰音才能出门 也改成有症状才快筛 南韩1月30号取消室内口罩令 学校办公室餐厅都解禁 只有医疗机构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仍需佩戴 日本5月8号新冠降级后 口罩令也会同步解封 随着国际逐步松绑防疫 新内阁也跟上脚步 让全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环境新闻组织 白云飞台北报道 全球新冠疫情走向常态化 指挥中心本周也将公布 口罩令第二阶段松绑 也就是室内可以不用戴口罩 另外还有五大防疫规定解封 包括边境管制 确诊者隔离 确诊者通报 还有法定传染病降级等等 但随着防疫措施放宽 我们走吧 一直也担忧 病毒会扩大流失 走在路上 民众一个个口罩不离生 戴口罩已经变成日常 即便指挥中心已经宣布 户外眠戴口罩 现在下一阶段 瞄准松绑室内口罩令 你敢不戴吗 会会担心呢 因为有小朋友 我们都会戴 我可能还是会戴着 预防嘛 还是有一点担心啊 可是我自己 我还是会戴啊 人多的地方 我还是会戴 指挥中心 靠本周将公布室内 可以脱下口罩 防疫政策大幅松绑 但现在就怕让病毒有进口称 不知道松绑的这个动作 但是也别忘记说 其实其他的非莫传染疾病 风险其实都已经慢慢会起来 因为是我们逐渐开放 就会回去去接触 其他各式各样的 不可能是呼吸道疾病 或是肠胃道的传染疾病 这些都会回来啊 不止松绑的招令指挥中心 也要陆续放宽 相关防疫措施 想识陆记者零加七天调整 和拖移筛检 要不要持续 确诊者隔离政策 以及确诊通报定义 确诊通报将给予住 诊准通报 未来侵诊者陆续通报 大幅降低 确诊人数 其实也减轻防疫保单的 理赔压力 以产险公司来讲 它的理赔压力会大减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是急事运 那真的有点慢到啦 对因为基本上 一年起的一个保险 基本上到四月就会到期了 那现在已经都一月底 甚至二月才会做这个确认 所以等于是过去的 十个月的压力 所以在最后两个月 可以松回口气 不过医师也提醒 规定不住松绑 民众防疫心 和物能少多一道防护 多更安心 欢迎设计 林波汉送给台北市 广尾23年 2023年 台湾灯会再次回到台北市 执行 今年的库年祖灯 是这一集 高达22公尺的 粉红色巨褥 模样帅气可爱 想先在国库纪念品亮相 而这一次台北市 也串联了四大展 所以希望可以自己旅游潮 招编半天业者 也趁时推出了主题式优惠 要让民众看得高兴 玩得进行 一双萌萌的大耳朵 搭配充满科技感的服装 这是今年台湾灯会的主灯 羽兔撞彩 推入23年 再次回到了台北主办 但是这一次可不太一样 一起跟着我的脚步走 来到东区 跟哪12公尺的 未来穿梭兔子洞 其实就坐落在 捡运站的广场外 真的是又萌又可爱 但其实呢 找在全台北市各个角落 都通通能找得到 台湾灯会从2月5号到19号登场 串联大台北地区 总共四大展区 像主灯是一只 22公尺高的机械兔 坐落在 博富纪念馆中央展区 还有像是东区商圈光展区 有光兔现宗 兔子洞等大型作品 松山魂创园区是圆展区 新翼商圈则是未来展区 预估新翼超过千万人次 准备好了吗 异兔 那我们就动身了 出发 硬紧 硬紧 你已飘航 以重新规划路线 只要主题出来 有样式就很好看 人潮带来前潮 商圈的饭店抓紧灯会商机 清华酒店就推出观光巴士 让您可以夜游灯会 更可以直接在房间内享用 必比灯认证的冰火汤圆 还有自住室早餐 亚东丁志饭店住宿则赠送 台北监狱24小时 乘游游游卡 还有摆遍炫光银箱灯笼 让民众逛灯会之余 还可以造访市区民胜古籍 我们预计呢 在跟去年同期相比 会增加10%到20% 我们预计这次活泼会 大概增加两成住房率 台湾灯会延续春节热潮 业者各出其招 抢占灯会商机 盼着能把疫情流失的人潮 通通抓回来 环宇新闻郭斯文张亚珠台北报道 好 元宵节要到了 今年有哪些特殊提灯呢 带您来看 元宵节快到了 身为炸鸡控 我还有这一招 炸鸡筒造型的灯笼 不仅很运紧 而且看了肚子真的很饿 金色窗花 镂空兔兔还有金币造型 熟悉的炸鸡筒 居然变成灯笼 素食餐厅拼靴头 喊出限量2000组 只送不卖 提取参加灯会成为最闪的Spotlight 还蛮特别的 会在主题的灯圈那边拍 还有这款能动手DIY 号称五分钟搞定 超商首次搭上元宵节热潮 只要消费满200 就让你成为灯笼富翁 小朋友最喜欢DIY了 所以会跟小朋友一起组装这样 然后再一起带去 造型的灯笼 如果有看到喜欢的 也会想说买来打卡 传统生肖灯笼已经不够看各大业者来分杯根 家具品牌用复古纸雕概念刻画春节应景图案 有了Hello Kitty 美乐蒂可爱大升级 但这些通通限量推出 想要的手脚得快 抢不到特殊灯笼 也可以锁定台湾灯会的大展红兔小提灯 从2月4号起到2月6号 可以到台北市12个行政区排队领取或线上预约 都让今年的元宵节增添更多乐趣 环宇新闻客观城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导 好越接近元宵节 台中第五市场这间老店鲜肉汤圆 买气越旺啊 因为白胖糯米皮包入满满肉燥 馅料搭配同烤菜 是很多饕客的最爱 甚至一年一度只有元宵节才开卖的手工摇元宵也开卖了 这家被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70年老店 今年限量6500盒 晚来的民众可能买不到咯 一颗颗元宵在竹筛上滚呀滚 沾水锅分滚动 来回重复这样的动作至少十多次 才能让元宵长胖再长胖 买六盒 因为之前每年都很多人 一定要预定花生跟芝麻馅都非常好吃 而且它的都是这么大颗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准备了6500盒 不过目前销售已经有六七成 已经被客人订走了 往年经验老到的师傅 这样手工摇到全身酸痛 手举不起来 今年不一样多了胜利菌机器来帮忙 一直以来都是用师傅手工下去摇 但是因为真的师傅这几年下来的腰都有一点受伤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找厂商设计了一个 比较可以节省腰力的机器来辅助 元宵节还没到买气已经鲜升温 喜欢元宵汤圆这类软Q弹牙好滋味的民众可不能错过 软Q糯米皮内馅满满肉燥 细满鲜甜汤头搭配同好菜点缀 一口咬下肉汁爆出招牌鲜肉汤圆 老店在第五市场屹立不摇 出发 超级派蒙旋风 然后那个咸甜是总体蛮Q弹的 那吃起来不会很费Q 就是QQ的然后料很实在 我来这里大概十几年了 数量比较多的话就是提前几天就会订了 因为靠近元宵可能就是要现场调料 现在是要玩天气凉 吃上这一碗热乎乎的汤圆或元宵 提前感受浓浓的年味 怀疑新闻红市城武名业高龄景陪中报导 好 台湾马路路路口 还被贴上行人定义的标签 现在交通部也预告修法 汽车如果没有顶让行人 罚则将从现行的1200块钱 提高到3600元 而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若是遇上无人指挥的路口 汽车还必须距离行人穿越到 行人行进的方向大约3公尺 也就是一个车道宽 但是不少民众就说了 台湾根本都没有 请走最右侧车道 随后立即右转 小绿人一辆 民众走上行人穿越道 同一时间一旁还有等着右转的车辆 这还算守规矩 只是偶尔有这些状况 行人才走过 后头这辆小黄 马上踩下油门快速穿过 惊险的瞬间 在美国的话就是 如果行人开始在走的时候 车子不能超过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线 2.5公尺它差不多是这样子 没有你们这次老人加慢 你还是要动用加慢 你还是要懂他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汽车要优先离让行人 若是遇上无人指挥的路口 汽车必须像这样 距离行人穿越道 行人行进方向大约3公尺 也就是一个车道宽 但是入口若有人指挥时 则以停从指挥为主 若是强行通过就会被拒发 取地的关键就是车子与行人的距离 若小于3个折磨温 小心你的荷包就要失险 塞到3.5公尺吗 那这么标准 你要拿出来量吗 我觉得说 遲当的距离其实应该是可以过 才不会说导致后面塞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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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台湾行人地域恶名昭彰 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 交通部也预告要修法 汽车行进行穿线 为离让行人罚则从现行的1200到3600元 加重处罚部分大小行车 一律都是3600元 希望在重罚之下 可以遏止交通乱象 欢迎新闻吴槐和邱子玲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不过战争 前走快要一年 为了扭转战局 除了M1跟豹2 极占航客之外 波克兰当局多次向西方国家 寻承提供F16的第四代战斗机 原本一路传出美国将提供 不过总统拜登30号 亲口过时传言 证实美方不会提供乌军F16 不过最新消息 波兰点头答应 宣布提供乌克兰梦寐以求的 美制F16战斗机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表示 不排除把战斗机 也列为军援的选项之一 但西方国家很明显完全不同调 继德国总理肖兹 明确表达拒绝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拒绝 提供乌克兰F16 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于 要不要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如此不同调呢 我们走吧 还会努力做一个好向导的 德国和美国确定运送 多辆主力战车以后 乌克兰持续向西方国家寻求军援 而身为乌国好哥们的波兰 再度展现大力挺污态度 既原本的PT-91主力战车以外 波兰又申布准备提供 乌克兰美制的F16战机 而未在北欧的挪威也承诺 会尽快把国内的德制爆二战车 运往乌克兰 时间可能是3月下旬 不过各国武器原物的态度 似乎出现不同调 不断答复记者提问 拜登直接表明 不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反观法国总统马克宏 却暧昧地表示 有这个可能 西方国家期望在这个春季 协助乌克兰打破东部战区的僵局 然而在提供军援的同时 也担忧这些举动将触目俄罗斯 导致战事升级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初 对支援主力战车的做法有所保留 但最后获得不改变策略 来说服德国也运送战车到乌克兰 如今相同的争论 再度落到F16战机上 使得各国论调出现分歧 必须想办法再避免触发战事升温 和援助乌克兰之间取得平衡 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讨论交付战绩的大门 似乎已经开启 而乌方也盼望 在不断的游说之下 这个请求最终能够成真 而除了西方国家以外 远在亚洲的南韩 近期也转入武器原物的论战当中 由于北约秘书长 近期拜访当地 敦出南韩政府重新考虑 不向冲突国家出头武器的规定 以便加速武装乌克兰 不过南韩总统引起越境回应 会继续扮演与国际合作的角色 被外界解读时 南韩要维持不提供武器的立场 因此当前不太可能 会运送军援到乌克兰 保持左车道路循实 随后立即所转 国家也加快军援乌克兰的速度 希望尽快结束江池快要一年的吴尔战争 而最新消息是波兰宣布准备提供 乌克兰梦寐以求的美制F-16战机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说 不排除把战斗机列为军援的选项 但要不要援助战机 西方国家显然不同调 继德国总理肖兹明确拒绝之后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表示 不会提供乌克兰F-16战斗机 德国和美国确定运送多辆主力战车以后 乌克兰持续向西方国家寻求军援 而身为误着好哥们的波兰 再度展现大力挺乌态度 既原本的PT-91主力战车以外 波兰右身部准备提供乌克兰美制F-16战机 而未在北欧的挪威也承诺 会尽快把国内的德制豹二战车运往乌克兰 时间可能是3月下旬 不过各国武器援武的态度似乎出现不同调 果断答复记者提问 拜登直接表明不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 感官法国总统马克宏 却暧昧地表示有这个可能 马克宏强调法国要提供战机的前提 是乌克兰必须先提出要求 但是目前乌方并没有这么做 而除了西方国家以外 远在亚洲的南韩近期也转入武器援武的论战当中 由于北约秘书长近期拜访当地 敦促南韩政府重新考虑 不向冲突国家出口武器的规定 以便加速武装乌克兰 不过南韩总统以其越境为应 会继续扮演与国际合作的角色 被外界解读时南韩要维持不提供武器的立场 因此当前不太可能会运送军员到乌克兰 二军在乌勇地区取得多个月来的最大进展 准备要加大火力进攻 但同一时间 用一位西方国家援手访问乌克兰 是丹麦总理佛瑞德里克森 他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一同走访了乌南城市尼古拉耶夫 探许商兵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握手盘宣 丹麦总理佛瑞德里克森 落访乌南城市尼古拉耶夫 并与佐伦斯基前往探视乌国伤兵 而佐伦斯基也趁机颁奖给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在战争前线的医护人员更是辛苦 感染不断的伤患送进来 在医护人员说话的同时 可以听到伤兵痛苦哀嚎的声音 而这就是乌克兰医护人员 每天都得面临的情况 双手停不下来 不断整治伤患 就像在工厂工作一样 伤患一个接一个 乌尔战争将满一年 俄罗斯部队进来 在乌克兰东部战事 取得多月来最大进展 在30后宣称又有心斩获 推进富富列达尔 请走在右侧车达 随后立即要转 要转 你以偏航 以重新规划路线 乌克兰政府禁止 包含女性在内的高级公务员 和国会议员 在于俄罗斯作战期间出国旅行 根据新措施 高级官员只能在探望子女 接受治疗和亲人去世时 才能出国旅行 这项禁令也适用于 女性公务员及地方官员 不过是面临国会议员反弹 认为这是民粹主义决定 让乌克兰当局 再度陷入内忧 未患的窘境 随后将右前方进入搭档 以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 卸任前夕 他绕跑到美国之后 签证问题就成了焦点 而现在传出 他已经向美国政府 申请了六个月的旅游签证 而在申请期间 他会持续待在美国 另一方面 随着巴西现任总统鲁拉 即将在二月初访问美国 他是否会和拜登 谈到波索纳洛 也备受关注 集体破坏大门 日前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的支持者 因为不满总统大选结果 而在首都发动暴乱的情景 依然历历在目 波索纳洛本人 则是在初走到美国后 持续审议 不过三十日传出 他已经向美国申请 六个月的旅游签证 他的网友说 美国政府会收到他的选项 上星期 并且Bolsonera 会留在美国 并且他的选项是宣布 在网友的邮述 在网友谈 网友说Bolsonera 会喜欢在美国的旅游 几个月 之前决定 他会有什么 接下来的 右派的波索纳洛 在任期结束的两天前 飞完美国 随后巴西首工作发生了暴乱 巴西最高法院也同意 说他是否煽动暴乱 展开调查 根据美国的波索纳洛 签证问题自然成为焦点 如果美国国务院也再三强调 不会讨论个别人物的签证 多位民主党中议人则是呼吁拜登政府 应该要撤销他的任何签证 民主党人会让他视为眼中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2021年 美国国会发生暴乱后 他就这么说 另一方面 巴西现任总统鲁拉 预计要在2月9日访问美国 外界很关注 他是否会和拜登谈到波索纳洛 鲁拉日前就表示 他想要修复波索纳洛 造成的紧张对外关系 其中就包含与美国的关系 欢迎新闻徐浩铭 综合报导 新加坡却在乱世当中 吸引全球大富豪进驻 可以说世界越乱 它越强 继续要跟着环宇特派记者 为您分析 新加坡晋升世界级门户的 四大原因 新加坡的纽约轮跟香港 一直来都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不过如今正式被纽轮新给取代 新加坡靠近这四大重点 成功晋升世界级运动 新加坡的国土面积 只有大于台湾的2% 但是全球的财富人才和企业 却在端速积极 官商看准的就是 高校的政府和建策的制度 新加坡政府就像是企业般的运作 制度创新不有弹性 同时不断续深投资环境和世界接轨 来吸引外资 加坡经济发展局 还会选判优秀官员 在西欧美国中国等 19国家设立办公室精神交商 因此光是2021年 外商的直接投资额 就高达将近千亿美元 以东闲之罪 在开放、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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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坡经济联系、联系、联系 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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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币经济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西欧获真信人才立国 排养当地精英的同时 也建立同好外招财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 欧北科技人才出现一支潮 西欧获立刻掌握这个难得的 抢人机会 推出一系列充满坦系的工作 准阵吸引国际人才 高手齐聚让人不想进步也难 只能让新国人才技能力 飙升世界第二 事业率也因此持续下降 整体来说大环境是 星际虽然是在减退 可是新加坡我觉得因为有政府的资助 我觉得不是活工作的机会 假设亲戚好 赚生意 赚生意的人他们会赚大钱 不过目前全世界一样 就跟官兵过后 你有什么胜利转一样 不准政治只要向新加坡都欢迎 也因此无论是全球富豪 还是跨国企业都抢着进驻 成功让新加坡从亚洲小国 蜕变经济新强权 以上就有欢迎新闻 特别记者们用选在新加坡的台导报道 保持知情 今年以来以色列以巴勒斯坦 爆发了多次的冲突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让以巴冲突成为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这次中东访问行程的重点之一 布林肯访问完埃及之后 接着是前往了以色列 试图让冲突降温 布林肯正预计将与以巴领袖分别会面 呼吁两国的暴力升温局面能够缓和 就是说好像真的到了精品店一样 很有钱万一书的感觉 还有代课方式也很重要 是 知道了 对不起了 不能怪李妖了 书来书去其实都怪我 今天不借那件小熊玩偶装来穿了 你想嘛 高级的精品店 怎么可能会穿上那种吉祥物的玩偶装 要接上去拉课啊 绝对不可能 那些玩偶装确实是跟前卫搭不上边哦 卫学姐太奇怪了 什么前卫不前卫的我完全不懂 以前的园游会和今年的前卫艺术园游会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啦 就像一般的回转寿司店 和银座的高级寿司店 哦 你想嘛 在那种连哈密瓜和布丁 都会和寿司一起放在回转台上的 大众化寿司店门口 如果有人穿着玩偶装在拉课 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可是在那种菜单上只写着实价 师傅也在面前献捏寿司给你吃的 高级寿司店门口 如果出现了玩偶拉课 不是很不搭吗 没有错 没有道理 我们以前的展示就像回转寿司店一样 属于大众化 所以才会接受那个玩偶装 但是今年是要的 钱为一数啊 对吧 嗯 没有错 我们的目标 是要让那些情侣们卷得很陶醉 然后融入气氛当中 你看你看 这只小熊看起来好时尚哦 嗯 如果今天的你看起来更时尚哦 哦 讨厌了 没错没错 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所以没有玩偶装上场的机会啦 可是 没什么可是不可是了 我一步早身份宣布 今年的熊眼展示会 不用小熊玩偶装 保持所拖道路 随后立即左转 这种玩偶装 对我们熊眼的重要性 左转 完全是我的责任 啊 看样子今年的圆游会会才不忍睹哦 圆游会还没有结束 熊眼的圆游会 现在开始改变展示的方式 恐怕也来不及了 嗯 唯一能够化解这个围剂的 只有那件小熊玩偶装 就是啊 唉 没想到熊眼会败在一件小熊玩偶装上 说的一点都没错 请你们振作一点 我们不是已经决定 今年的熊眼 要走前卫艺术路线的吗 既然如此 啊 你想干嘛 既然如此 我们就用前卫时尚的方式来拉课 不能输给这些小熊 啊 小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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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各位 Let's 前卫艺术 小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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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Let's dance Let's tell our音声 星田好厉害哦 他的拉克技巧真不是盖的 不得不承认 星田的确是熊年人游会的救世主了 难道说熊年真正需要的 并不是小熊玩偶装 而是星田这个人吗 秀秀秀秀 请问秀秀秀秀 还有更精彩的 还有更精彩的 并为奇思路 还有更精彩的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好 现在开始处理人员 我们这一家 夕阳依旧那么美丽 去其他地方的话 还要带上可力哦 西洋依旧那么美丽 好美丽还是好新鲜 花家公园教室 今天的厨师是 圣卫 花妈妈厨师 今天要做的简单料理是 味噌咖喱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各位啊 首先呢 把竹轮切成容易入口的大小 然后用油把锅子预热一下 再把切碎的大蒜放下去爆香 等到香味跑出来以后 把刚刚的竹轮放下去 稍微的炒一下 接着呢 再把水烧到锅子里面去 然后将是... 都在里面了 把白萝卜泥也一起加进来 等到煮开以后把火关掉 再把咖喱块晃进来 用余热让它融化 之后再开小火煮三分钟以后 就完成了 这是加了白萝卜泥做的哦 超快速又健康的咖喱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跟着刚刚说到的这些消息显示 下一回的我们这里加油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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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的午餐吃到饱 睡吧 想睡就睡 千叶感冒请假了 吃了就睡 吃了就运动 这就是保持健康的秘诀 要头 啪啪啪啪 吉祠钥匙 Let's go 天氣好 心情好 什麼都好 我很健康 我很美麗 我很好 還好啦 去吃便宜 卡到黑天 讓我最厲害 陸上的人看到我都會笑 從心臺昏派來問問做一吃 來喔 看看讓我全的回報 Come on Up Ready Go 快點開回我們罵笑吧 心灰難過 難怪要面對 狂馬說得對 每一天都是快樂的大貓天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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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遊戲 Let's go 我們追著 媽媽我 直覺就是敏銳了 媽媽 直覺很敏銳 上次也是這樣 誰說買好吃的 花太太 你怎麼會知道 我剛好很想吃鯛魚燒呢 居然被我料中了 電車上也是 機箱到達 足外去丘 足外去丘 馬上知道誰要下車 不覺得我很神嗎 還好啦 不知道為什麼 媽媽的直覺的確很敏銳 好想上廁所 可是又想先打完這個 好了 全都死了 神奇算得還真準 就某個層面來說 媽的直覺的確很敏銳 那隻玉豆湖 玉豆湖怎麼了 保證 我不是故意要笑 可是你是不是笑笑聲勢啊 看來真的不理喲 這是我老貓買給我的啦 老貓 還聲勢咧 柚子啊 這就給你穿 笑笑聲勢 貓貓我看到很不錯的衣服 就幫你買回來了 為什麼邊邊邊是這個 這個 按錯 很帥哦 我們這一條 我回來了 你回來的 那 给我 今天吃咖喱吧 对啊 因为我突然很想吃啊 好 那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今天的午餐也是吃咖喱 算了 没关系 对啦 我帮你买香烟回来的哦 你香烟不是快车玩的 其实我今天 你这里的树枝好像又明高了 我劝你还是戒烟比较好 那就来戒烟吧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我们这一家 今天多喝一罐吧 该睡觉的哦 根本是个超能者吧 我们做一家 老实说妈的直觉真的很敏锐 直觉是很敏锐 可惜不会看时机 这样最糟糕 我们这一家 现场气氛越来越火热的冰火大会 各位现在放弃还太早咯 豪华奖品即将登场 好 马上来看下一个数字 五十九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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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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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贵姓 我姓花 好的 花先生得到的是腿部按摩机 就是这台超夯的腿柔军 哦 哦 学长 恭喜你 谢谢 偶爷子 好想好想要这台 腿部揉你按摩机哦 爸 你回来了 妈妈呢 去买菜了 是吗 那是什么 冰果中的奖品 你中奖了 就是这个 这腿揉筋 这不是妈一直说想要的按摩机吗 居然可以抽中真厉害 还好吧 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回来了 她回来了 快点藏起来 让妈惊喜一下吧 我回来晚了啦 三下电器正好在推特价 重新介绍中 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不会吧 想要的东西正好在特价 这种转道的感觉真好咧 你们看 这香蕉绅士的暖暖片 很熟吗 不错哦 温暖的香蕉绅士 第二来 还有 你们看 石头鸡 果然 妈的这种直觉 我们这一家 好舒服哦 那个我明天会拿去退啦 好 对了老爸 你玩冰果中了这台按摩机 是几点的时候啊 中奖的时间啦 就在六点要结束之前 大概五点半左右吧 我这一家 我的直觉果然超准的 嗯 直觉准也没有用啊 我们这一家 我们这一家 谢谢两位的慧顾 嘿嘿嘿 哦 最近让我吓一跳的是 在我家附近 遇到打网球的同伴 他是个标准的欧巴桑 但当我想打招呼的时候 看到他带着年轻男人 哦 我想就装作没看到 直接怎么样 结果那个年轻男人 原来是他的儿子 原本我还以为 他居然公然去找了 年轻小王呢 看来你是中了 对方的圈套 是吗 当然是啊 对方乐死了 嗯 就是会有人像你这样吓一跳 有人才会故意 带着儿子四处晃的 是啊 很好啊 跟儿子约会 会让自己变年轻 那我那时候该怎么反应啊 就装作若不齐事 这是你孙子吗 怎么问 一定会被宰掉的了 哈哈哈哈 男人们的圈套 我想到另一件事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人会带鸭子散步 那之后我心想这也太可爱了吧 还不自觉讲得出来 好可爱哦 哦 那样也算住圈套吗 呵呵 那个寺主听到 心里一定非常地开心 真的吗 绝对是故意的了 嗯 所以这种时候一定要 这是你儿子吗 这么贵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对可爱的东西说好可爱 只会中了对方的圈套 对了 我记得我上次去东园的时候 啊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猫熊不管做什么就是那么可爱 所以我也不知不觉买了好多桌面商品呢 那样也算中圈套了吗 路线计算中 当然 中了猫熊的圈套 好的 要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 那心里可高兴的嘞 这种猫熊很讨人厌啊 对了 今天的午餐也是啊 上面有推荐A定时 跟普通的B定时两种 我要B 好于B定时来喽 我故意选B 还说你是个性扭曲 还是说太谨慎了呢 选A的话就中了店家的圈套 是这样吗 不对 你应该选A才对 因为店家也希望看到客人高兴才特地推荐 这时候应该尽情中圈套 原来如此 那个 也算中圈套嘛 我常常在便利商店里玩那种抽签游戏 还有这个 是圈套嘛 完全中了敌人的圈套 你说的敌人是谁啊 对了 我也曾经遇破 怎么又是贵御兽神 如果是变天神就能把欺负神全收藏齐能说 结果就变那样了 总共一百零八尊 这么多就不好玩了 对了 打不中就触及啊 好球 撒脚出局 比赛结束 又输了 万年都要成为了 今天一定要赢 比赛结束 又输了 我看就别再帮这种烂队加油了 我本来打算再输就不支持了 比赛结束 明明领先五分居然还会被递转胜 就像越不成才的孩子越可爱一样 总想说下一场一定会赢 所以又跑去加油 结果还是输了 又中圈道了 偏偏 偶尔还是会 递转三分炮 像这样赢了 打赢的时候喝的那种酒 真是美味到不行 要说我就是为了那一刻而活 根本也不夸张 算是圈套的报恩 圈套的报恩 感谢您平常都中了我的圈套 真的非常谢谢您 会这样对中圈套的人报恩 这种圈套 很欢迎啊 我看你们就只是想喝酒而已嘛 说到中圈套我也有过 你该不会真的买了吧 放心了 我才没有买呢 我只是想起我有这种经验 没事别吓我嘛 要破除这种圈套 我绝对不想中这种圈套 不过 这世上也有一种 值得自己主动去中的圈套 我今天去的是一家新开的美容宴 会不会很奇怪 这样算不算冒险过头了哈 不过应该也还好吧 安装很怪嘛 很普通啊 那哦 说得也是啦 就是中圈套 说对方想听的话 哎 这种圈套能让家庭圆满呢 两位不嫌弃的话 嗯 我请客 这样好吗 这是我第一次试做 评价不错的话 我想加入菜单 这样啊 太不好意思了 哇 这个好吃一定会受欢迎 很适合配酒 真子 再来一瓶 没问题 能听到你们这么说 我心里也觉得很开心呢 跟你们说实话 做这个很简单 如果能受欢迎就太好了 完全是个圈套嘛 没错 其实 我们也是 故意装作很开心 想说会不会又有免费料理可以吃 彼此都在设圈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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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这一家 我们这一家 烘蜜里面添加人工甘味料 喔 太过患了 真的是太超过了啦 喔 怎么了 烘蜜可是 蜜蜂们奴力造的花朵彩来 是他们流血流汗的结晶呢 你在说什么 我竟然就再毁了他们的心情 我绝对不原谅 原来是蜂蜜里添加人工干味料 很差过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很努力在卖蜂蜜 可是成本不划算的话 人类也许就会这么黑心 你竟然林牙利齿地帮那些黑心商人找借口 你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流鼻水小鬼 流鼻水 你快点向认真工作的蜜蜂们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加油 光波 成本不合 看来这个社会就算努力工作也没有好结果 就算是这种社会 还是有人很认真工作啦 譬如说这家豆腐店 这里的老板 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大豆 然后挤出豆浆 非常拼命用手工在做豆腐 真辛苦 像这种店 我们应该要尽全力去支持才对啦 加油 你们的豆腐很好吃 加油 加油 虽然今天不买豆腐 不过要加油 天然食品专卖店 这种店也值得鼓励 他应该是老板 他一定是一大早就去农家那边 确认过蔬菜和泥土的味道以后 才会采购这种令人安心的安全有机蔬菜 像这种店 我们应该要多支持啦 好快哦 要加油 可以的话 价格后面也要稍微加油一下哦 我们这一家 还有良心的牧场跟乳牛 也要加油哦 就连普通鲜乳也很认真 做得很努力 哦 鸡蛋好便宜哦 好努力哦 哎呦 香蕉好便宜 好努力哦 怎么我大力支持的东西 好像都是有便宜货 我们这一家 我懂你的心情 因为我自己也是会这样 对不对 看到便宜的东西哦 感应器就会主动还应啦 可是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认真工作的店家 就会撑不下去了 就是够嘛 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他们 没错 一定要支持他们的 就是这里 一定要支持这种店才行 没错 加油哦 加油哦 隋岛太太呀 阿里不玩了 可是我家今天晚餐要煮甜糊了 咱们的甜糊点 还是算了 怎么了 哦 哦 是上次站在门口 一直盯着我们看的人 啊 会不会是我冰尸的东西弄错了 我们这一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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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煮我锅 只算豆腐没买的 嗯 对了啦 今天有机会去买那家的豆腐了 嗯 三 三四九元哦 你们快看啊 国产大豆腐的豆腐 只卖三十九元啊 只要三十九元 三十九元哦 今天开始就来吃豆腐吗 哎呦 哎呦 这不能怪我们 不过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买你们家的豆腐 总有一天会买的 嗯 所以要加油 肉 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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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要加油 你们 是要买豆腐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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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的豆腐很好吃 超级好吃的 对吗 对对对 超级好吃 我 我下次会来买啦 我也会买 会买 会买 真的啦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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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家 好 今天一定要 我今天一定要去买那家的豆腐 传统豆腐跟嫩豆腐各两块 还要买油豆腐 不好意思哦 今天我们全都卖完了 哎 现在才两点呗 不好意思 我有给你们预订 我是田中小姐 是 谢谢您的费工 预订哦 豆腐一块 油豆腐两块 还有现炸的豆浆三瓶对吧 谢谢你哦 啊 现在的豆浆 是的 这个月薄一块 是一月才推出的 因为我们希望护客 能喝到新鲜又美味的豆浆 这里的评价真的很棒哦 一早就倒回成龙了 豆腐和油豆腐也都在中午前就卖光了 嗯 怎么这么快 真的很不好意思 欢迎你下次再来光顾 好 好 结果这家豆腐店自己本身就还努力 没事 我会再继续 重新计算中 我自己也要努力 路线计算中 下一次一定要买到 要加油 要加油 继续执行 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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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家 靠左 要加油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小拓的结婚和另外两个单元 吃起来的口感就好像有爆浆一样啊 真的超酷的 好 花家 通量教室 今天要做的简单料理是 地瓜丸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找不到一只 找不到一只 爱一只 幸福的话 对你诉说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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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很想要找一只 想要找一只 未来你心动的话语 让你接受我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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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爱我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好 欢迎各位光临 你好 你好啊 妈妈的午餐吃到吧 听说为了庆祝开幕一周年 这段时间都是半假哦 没想到能来饭店餐厅里吃这种自煮餐 真的好奢侈哦 我跟你们说哦 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呢 哎呦好多人哦 奇怪 三爪太太怎么还没来啊 然后又转 三爪太太在这里 哎呦大家好啊 又转 真是对不起 现在才到 哇三爪太太 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哦 有啊 谢谢夸奖 这件衣服穿起来很爽多 这是我喜欢的蝴蝶花样 蝴蝶好像很柔软哦 看起来是高级的衣服 哎哎 大家开始进场了哩 我们也走吧 好期待哟 是啊 啊 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要吃哪个好呢 就是说啊 我全部都想吃过一遍呢 后来就不划算了 哈哈哈哈 没错 让人看哪 就是会很想全部都吃一遍 就是说啊 你们慢慢来 我先回座位去了 啊 好啊 哎 你们不觉得三爪太太 连装盘的方式都很优雅吗 没错没错 哎呦 这个看起来也好好吃哦 哎 哎 三爪太太不是先回座位去了吗 三爪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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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我认错人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不会吧 那只衣服和三爪太太的一模一样 这下尴尬了 我们开动吧 我已经二档没有力气了啊 花太太拿的真多哎 哎 嘿嘿嘿嘿 别踩第一盘而已 我好像拿太多了喔 谁倒太太你怎么了 我开动吧 哦 哦 哦 好啊 一起开动吧 我要开动了 不知道衣服和三爪太太 一样的那个人坐在哪里 好想知道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水岛太太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了 你吓我一大跳 害我把东西都吞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呢 怎么办 沐山太太 什么 三角太太 这个鱼很好吃 是这样吗 你看坐在花太太后面那个人 看到了吗 怎么会那么刚好 不一模一样 安重啊 没什么了 没事没事 水岛太太 你怎么了 怎么一口都没有吃呢 我正要开始吃 而且我还要给她吃肯定 好好吃哦 沐山太太也是都还没有吃 就是吃到饱哦 不尽量吃的话就亏大了 说得也对 我现在再去拿一些别的东西来吃 我跟你一起拿好了 水岛太太 你怎么了 没有了吗 没有啦 那边那个看起来很赞 厨师好像开始在烤东西了耶 真的耶 三角太太 三角太太啊 我们到那里去 Let's go 你怎么了 没事了 我好像把热丸弄到地上去了 三角太太啊 快过来哦 你快点去吧 好 我过去了 继续执行 慢慢拿没关系啊 在餐厅里看到有人和自己穿同样的衣服 应该不会觉得很开心吧 靠左 然后左转 那是当然的啦 更何况 三角太太的衣服 又不是随便在路边摊买的 左转 就是说啊 等一下她走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 没错 她也走回来了 这下怎么办呢 继续执行 我们怎么办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没有啦 热丸子滚到这里来了 请坐 请坐 肉丸子还真会滚啊 就是说嘛 你看 看见英雄跟三角太太的一样呢 真是的 我们两个早就知道了 出了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啦 花太太 你怎么又拿了一大盘的菜了 就是啊 不小心又拿这么多了 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不过其实这件是卖胜的打折品哦 惨了啦 完了 这件衣服啊 顶多也只能穿到三十多岁了 怎么样啊 的确不太适合四十岁以上的人穿 先生 不好意思 麻烦你帮我收一下盘子好吗 好的 我马上收 花太太 你是怎么了 没事没事啦 没事啦 没事啦 你坐一下 我再去拿菜来吃 都设置好了 我们出发吧 啊啊啊 бол 跳祖 哎呀我忘了东西 啊Si 啊 哦 啊 impaired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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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没事吗 我不太对劲欸 嘿嘿嘿,我想說運動一下看會不會吃得更多,可以刀本啊 沒錯沒錯,對呀,就是這樣沒錯 就是這樣囉,就是這樣囉 你們還真是有趣呢,我去一下廁所 我也要去一下廁所 趕快去吧 哇,真是的,但我都快累死了 等一下要繼續努力多吃一點 幹嘛啦 一模一樣 我不行啦 靠左 媽媽今天帶了3000塊錢要出去買東西 到底錢包裡面還會剩下多少錢呢 要好好的算清楚喔 衛生紙花了298塊錢 高麗菜花了298塊錢 白蘿蔔花了198塊錢 今天晚上的配菜是可樂餅 可樂餅8個總共是花了640元 好了,我現在錢包裡面還剩下多少錢 靠右 開放軍 靠右 然後使用1射的出扣 使用右冰的出口 靠右 然后右转 妈妈今天带了三千块钱要出去买东西 到底钱包里面还剩多少钱呢 要好好的算清楚喔 卫生纸花了298块钱 高丽菜花了298块钱 阿萝卜花了198块钱 今天晚上的配菜是可乐饼 可乐饼八个总共是花了640块钱 好啦 我现在钱包里面还剩下多少钱呢 打鸡 一千五百六十六块钱 右转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找不到一句 让我从心计算中 让我再心计算中 让我再心计算的话 被你诉说 好的,让我们再接下一条新的路线,重新计算中。 靠右,然后右转,右转。 靠右转,重新感谢,珍重再见,期待再相逢。 腾也感冒请假了。 华又嘴。 是,对不起。 别紧张,给你个任务,送奖艺给他。 请问是现在吗? 当然是,放学后。 小妖,感冒请假了。 真是,我是腾腾的家伙,没事干嘛感冒请假。 哦,怎么了小妖,你感冒了? 口容不舒服。 我就从来都不感冒哦。 你的说是什么? 那家伙真爱说大话,最常感冒的其实就是他。 不错了。 哦,曲过了。 哎,腾也,我帮你拿掌艺来喽。 哦,门没锁,我要进去了。 腾也。 腾也。 不会吧,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哎,腾也。 哦,不好意思,我上次进来了,不打扰我。 你哥哥呢? 腾也。 继续执行。 是啊。 我刚刚一直喊都没有人回应。 靠右。 害我担心死了。 然后,又转。 不好意思,我都没听到。 是吗? 你还好吧? 又转。 还好,还活着。 嗯,你爸妈去上班了。 我妈很担心我,还说要请假,在家陪我。 不过我跟她说没事,叫她去上班了。 这样? 哦,很好。 这是今天的讲义。 好。 还有,明天要考英文小考哦。 还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退上。 你,发烧了。 对啊,都超过三十八度了。 是吗? 我刚好去不要打扰你,回去了。 谢谢你拿讲义来给我。 不客气,那我走哦。 拜拜。 肚子啊。 妈妈不是有做便当吗? 自己去微波啦。 她不要啊。 不。 芝麻你没办法了。 这种是我来就好了啦。 然后左转。 可是。 没关系,你快躺着。 不好意思。 左转。 你有没有吃东西啊? 我根本没食欲,喉咙也好痛哦。 怎么可以不吃东西? 我帮你弄点吃的。 可是。 简单的我会做啦。 家政课不是教过吗? 你就好好躺着吧。 对不起哦。 我们走吧。 马上就好了哦。 不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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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是有稀饭吗?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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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好了哦。 谢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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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桌上好好坐着吃 只有稀饭根本不够有营养 虽然不应该随便开别人家的冰箱 不过情况特别说应该没关系吧 好 我要打开了 有没有什么可以马上弄来吃的 什么都没有 童谣 你应该吃得下香蕉吧 香蕉哦 香蕉应该可以吧 继续执行 好吃吗 嗯 那就好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好像烧焦的味道啊 有吗 我感冒皮筛完全没闻到 我感冒皮筛完全没闻到 炸了 是稀饭 前方 右转 这什么啊 右转 应该算是稀饭 吃稀饭哦 我第一次看到稀饭长这样 不早吃也没关系啦 当然要吃啊 很不可思议的一种新的味道 你不用勉强啊 好吧 我放弃 对不起啦 不过我有吃香蕉啦 感觉好像比较有精神了 真的吗 那就好 我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 每次我一感冒 我妈就会磨苹果泥给我吃 哦 那个层屁很好吃哦 我都已经是国中生了 不好意思再吃苹果泥 再说我妈那么忙 你看你啦 走得这么厉害 要好好的睡一觉才可以 我总希望你吃得下吗 那我要加蛋 好 知道了 喜欢要加蛋 妈一直都在家里照顾我们 真的应该要好好感谢她 我回来了 妞儿子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从学校回到家 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吗 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 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吧 不然就不会这么晚才回来 小孩子都会在外面玩 到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有没有再停啊 有没有再停啊 还有更精彩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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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选 还有更精彩的用 没事 我会再重新计算中 有机会时 请U型转弯 好的 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 有机会时 请U型转弯 好 谢谢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夕阳依旧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夕阳依旧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花家公愿将士 今天的厨师是 这一位 花妈妈厨师 今天要做的简单料理是 地瓜丸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各位啊 首先呢 把地瓜皮给去掉 然后切成一勾分寬的圆片 再晃到装油水的锅子里面 然后开火 地瓜切好以后 如果没有马上晃到水里的话 颜色就会变不好看 一定要注意哦 水滚了以后就转成小火 一直煮到地瓜 变得松软为止 等到地瓜煮熟以后 就取出来沥干水混 再烘到碗里面 然后把地瓜捣碎 再加进去蜂蜜还有奶油 继续地搅拌均匀 然后就是 豆芽绿色 把鲜奶油加进来 继续地搅拌到松软为止 搅拌均匀以后 把地瓜泥捏成一团 大概是一口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用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捏紧 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加葡萄干也很好吃哦 根据刚刚所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 下一回的我们这里加油 情侣加尊敬队 芒妈很牌克 吃来人 就该二话不说吃下去 银哑午餐日 下回的内容就是让人超K笑诶 这样会很牌吗 好 来个不一样的关东煮 看了我同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右转 哈啰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在相逢 哈啰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找不到一句 找不到一句 心目的完美地诉说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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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右转 右转 感谢 深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深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真想要找一句 想要找一句 非让你心动的话语 让你接受我 接受我 接受我 请你满我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祝您旅途愉快 你今天主要是要帮你先生买衣服吗 嘿嘿呀 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衣服 我想看看嘎儿啦 然后继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 妈妈 肯抬课 我说话太太 那个嘎儿 我跟你说 我不小心哦 把我们家老爸的嘎儿 丢到洗衣机里面洗 结果哦 你看 我这个人真的是好脱爽哦 没人讲脱爽啦 是租线条 好 好 是这样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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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这样哦 刚刚就变得妖心帝了 只好来买新的啊 妖心帝啊 对啦对啦 我还要顺便买 管娘的风水衣 请问你有没有管娘啊 管娘 花太太你看这个 你就是在找这种衣服吧 就是这个啦 没错没错 鬼脏厚厚厚 不会吧 花太太现在是说鬼脏厚厚厚吗 再来就是嘎嘎儿 花太太你来一下 什么事啊 花太太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听不太懂台语了 所以刚才那个店员 根本不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的衣服 所以呢 嘎啊 就说北姓 管娘的风水衣 就是套头毛衣 对哦 可是为什么 你问我我也很难回答 时代变了 现在都讲国语比较多 嗯 对了对了 我前几天也跟我儿子说 帮我拿一下三根啊 结果他也听不懂呢 啊 继续执行 不然要怎么讲啊 就说语讲 语讲 对啦 熊熊忘记啦 我们家的妈妈 常常会讲一些 让人家听不懂的话耶 真的很难沟通 是吗 他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你哪哪有心没嘴 继续执行 问他什么意思 他也讲得不清不楚 真的很难懂耶 所以也不是像大家会故意把 就这样简化成就这样的意思咯 是啊 我们家的妈妈 根本就不是这种意思 我记得有一次喔 橘子好像也这样练过我 他说 欸妈 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啦 对啦对啦 像上次也是这样啦 爸呢 我还以为他已经回来了 他已经回来了 我就睡得 睡得太多点啦 蛤 什么是睡得太多点啦 现在没人这么讲了啦 什么睡得太多点啊 妈 拜托你 这个月开始 多给我一点零用钱啦 不行 拜托你我有空无数呢 蛤 什么有空无数 卖个工艺光无数呢 哈哈哈哈 太好笑啦 我也常常说喔 做个老花想干了我 小米无才米家 哈哈哈哈 现在的小孩听不懂的啦 花太太实在太要劝了 哈哈哈哈 反正啊花太太 你最好注意一下用语 现在已经没人讲什么 要求得啦 无数无数了啦 不然会马上陷入年龄的 嘿 嘛对哦 以后要多注意啊 你看 那个人走路像梦露扭腰呢 好好看喔 呦 你看那个人啦 三笔八跟他三狗的 哈哈哈哈 什么三笔八三狗 花太太你太好笑了啦 水澡太太的梦露扭腰还不是一样啊 哈哈哈 哎呀真是的 花太太 我看我们也该走了 是啊 差不多了 我两个 你应该说脚底抹油才对 对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在 暑假的时候 我刚好要出门 妈 我去一下树橘就回来 哎呦橘子啊 你要穿抹油啊 什么 你那装抹油啊 哇 这是海滩凉鞋 不是什么抹油啊 啊 对了 对了 这些伯爷给你 都已经帮你洗好了 啊 伯爷伯爷啊 这叫做运动鞋 我真的很受不了他耶 现在又没能这样说 其实这也是一种时代抹油 又准 语言也有所谓的流行啊 花太太 你签人给你 啊 没干算咧 来 找你两百五 继续执行 哈哈哈 对了花太太 你想好晚餐要煮什么了吗 晚餐咯 水党太太您家打算吃什么啊 嗯 去超市看看 有什么特价品再决定咯 那我也去看看好了啊 那赖子来去超市 赖子 赖子 老爸 我今天哦 已经帮你买新的回来了哦 什么东西啊 新的什么 原来是嘎 嘎 哎哟老爸 现代人哦 已经不说嘎了啦 都说背心 背心 嘎还不是一样 神会听不懂啊 是听得懂啊 靠右 别啰嗦了 你有帮我们 别啰嗦了 你有帮我们 别啰嗦了吗 是这个啦 这个 原来是皮带哦 哎哎哎哎 对不起哦 我给他忘得是看热镜的 真的是 尴尬给你吧 水龙胖嘎啦 尴尬给你吧 靠右 有肉胖嘎 然后右转 没有什么斗不斗的啦 不过 勾不勾都同样 右转 我不是跳钢的啊 我还你是不是跳钢的 嗯 你去哪里来 好啦 他们讲了一大串 有听没有懂 哎 我说你啦 现在年轻人 虽然都听不懂 可是以前党人家 讲的这些话 其实都很有意思了 今天的题目是国语哦 肚子 柱子 鸽子 手腕 梢子 跟这些自有关联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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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都 靠右 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 使用右边的出口 继续执行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充满满的这一家 夕阳依旧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夕阳依旧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跟这些自有关联的东西 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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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渡州 柱州 河州 万州 沙州 十周 答案是 十周 哈喽你好吗 忠心感谢 珍重再见 永远 很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忠心感谢 珍重再见 永远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忠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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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快两次 北京 一行都 milit抹 参加 这是什么东东啊 竟然是黄豆粉乌龙面 看不出来这还蛮好吃的 好难吃哦 天下无敌超难吃 藤爷 又怎么了 老师 这个黄豆粉乌龙面 真的很难吃啊 厨师费尽心思做菜 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懂了吗 我知道 可是难吃就是难吃啊 给我全部吃光 连老师 继续来一散 好的 横眼 给我乖乖地吃完 可是这个真的很难吃 对不对 就是说 一点也不好吃 真的超级难吃 难道我的味觉跟别人不一样 才觉得好吃吗 很好吃 石田 你舌头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个到底哪里好吃了 你喜欢蚂蚁吗 蚂蚁 这跟蚂蚁有什么关系啊 我在问你喜不喜欢吃蚂蚁啦 哎哟 蚂蚁怎么可能煮来吃嘛 可是在国外真的有人吃蚂蚁啊 不就是这样 这样是哪样啊 石田是想说好吃不好吃 完全是个人的主观问题吧 主观 主观喔 可是有些菜真的很难吃啊 对不对秦南 你不喜欢吃哪种营养午餐 我想想看 应该是汤面吧 就是说嘛 柚子你听到了吧 营养午餐吃汤面的确很容易胡掉 没错吧 所以哪是什么主观 难吃就是难吃嘛 可是每个人的喜好本来就不一样啊 你喜欢什么营养午餐 你问我 我的话应该是南瓜咖哩吧 南瓜咖哩 干嘛 南瓜很好吃啊 或者 我不喜欢 西咸甜甜的好奇怪 你在说什么啊 咖哩如果没有甜味来衬托 那就不好吃了啊 所以你喜欢吃咖哩咖哩咖哩 不是啦 是蔬菜之王南瓜 你知不知道 南瓜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A 所以才叫做蔬菜之王 然后 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学校里的咖哩 咖哩还是自己家里做的比较好吃 我也不喜欢高丽菜卷 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清脆 那个明明很好吃啊 你看吧 果然是主观问题吧 所以呢 有人喜欢吃黄豆粉乌龙面也不奇怪啊 可是 对了 有些菜色搭配让人无法接受不是吗 让人无法接受 就是上一次吃的马铃薯肉排三明治加八道菜啊 的确很奇怪 还有公麻婆烩饭搭配咖啡果冻啊 还有意大利肉酱面搭配凉拌芝麻蔬菜 还有味噌青花鱼搭配牛奶 没错 嗯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搭配牛奶的 比如说把牛奶倒进白饭里 超恶的 白饭可以接受啊 卢 卢 卢小学的六年已经吃习惯了 再说现代的人普遍缺乏钙质啊 干什么 好 时间快到了 大家快点吃 放越久变得越难吃 其实还蛮好吃的 我吃饱了 你在做什么 蚂蚁 你很喜欢蚂蚁哦 也没有 那你干嘛看蚂蚁啊 因为很好玩 我要回家了 我觉得你真不简单啊 什么意思 敢在大家的面前 说黄豆粉乌鲁面好吃 其实我也觉得好吃 可是不敢讲 好吃就是好吃 难吃就是难吃 这么说也没错啦 可是在大家都说难吃的时候 真的很难开口说好吃啊 会吗 右脚踢完就换左脚踢 重不同脚踢就算数 哎 识田 你每天都这样一路玩回家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味觉在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固定了 所以小鱼三岁以前 一定吃过黄豆粉乌鲁面 才会觉得它好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小时候根本没吃过这种东西 你只是忘记了啦 我相信你一定吃过类似的东西 我才不相信啊 前方 右转 怎么了 右转 输了 左脚才刚踢过 我又用左脚去踢了 什么 拜拜喽 巧悠 揉老板 �包包包 揉老板 玉 cubed 那交话 我人与众不同 妈 今天晚餐吃什么 嗯 今天海后富 Unknown 这叫什么互证啊 菜怎么 так搭配 如果有我搭配伙粏 跟炒虾仁 我有什么犯 degli 애� ref 我在煮咖哩的时候,看了一下冰箱哦 你已经行转温 所以只好拿出来煮的 那也不能这样,随便乱搭配啊 我如果只煮竹轮,你们一定会咸菜太少 所以今天有咖哩,还有草苷虾 这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啊 怎么叫啊 我会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过敬了 说不定我真的,在三岁以前吃过很多饱鱼的秘密 我的味觉我跟大家不一样 原来都是麻烦的 还有更进来的 请我一起自后 还有更进来的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很满满乐的这一家 夕阳地球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新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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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纪就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大家同样教训 今天的主师是 这一位光妈妈主师 今天要做的简单料理是 来一个不一样的观众主 材料总共四元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各位啊,好香耶 把酱油两大匙跟水煮蛋 放到塑胶袋里面去 一边让水煮蛋均匀地沾上酱油 一边把空气排掉 然后用橡皮筋绑起来 腌个五分钟 接着嘞 把腕茄切成四等分 把洗干净的精神锅稍微发开来 把菠菜切成等分大小 接下来 把豆皮稍微摊一下 然后对半切开 把豆皮口秤开 再把刚刚的菠菜放进去 再来把高汤倒到锅子里面去 然后把水煮蛋均切好的 所有食材跟培根一起放进来 再开火 然后就是 豆腐肉 为了让食材更入味 可以加入一小匙的昆布茶 然后咧 继续煮到豆皮里面的菠菜 变软以后 就完成了 不但做法简单也很好吃哦 这就是来个不一样的关东族 前方 右转 根据刚刚所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 下一步的我们这一家有 右转 是男人就要沉默不语 爸爸 男人的勇够 是女人就要活不开朗 举此很感兴 无论哪一个单元 内容都让人觉得很感动哦 花家工量教室 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今天要做的简单料理事 刷丁与咸西饭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事先准备好哦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真正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真正再见 期待再相逢 找不到一句 找不到一句 是我的话 对你说说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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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后 我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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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答应我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老伴回来了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 靠我们家信箱拿上来吧 是寄给我的 到底是什么 原来是这个 什么东西 是目录啦 有够用的目录 爸爸 男人在有够 你到底在看什么啊 有够目录啊 中下啦 靠右 你常常在看有够目录 可是从来也没看过 你真的买什么东西回来 那是因为妈妈我是一个达人啊 右转 什么 这种目录 真的不能够看太多啦 看着看着 就会一直想要买里面的东西 哎呦 这个很不错耶 这个也好漂亮哦 这个很方便 这个也好时髦哦 不过只要多看这种的 左转 肚子就会变得很薄 自然就什么都不想买的 什么跟什么啊 这样就叫达人哦 这就是对付游购的秘诀啊 就在这叫做 明明没有买 却好像买了一样的魔法 明明没有买 却像买了一样的魔法 我们家 难道真的穷到最久的地步吗 我说柚子啊 那你就不能说 这是为了解神 所想出来的智慧吧 靠左转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现在来去打扫一下浴室 前方左转 左转 都是收纳用家具 为什么主妇们都很喜欢收纳呢 是我太能懂的吗 特级 男人坚持品味的一百样商品 商品 菜马铃巴 超强光LED手电筒 搭载200个新LED 照明度就像白天一样亮 太厉害了 竟然不需要 不够没吸引人的 车品号码030 豪华版运动技巧 哇 我超想要这台的 一台可以让你完成 四十种肌肉训练 目标是倒三角形 让你拥有强壮的体型 这个好棒哦 看样子不连少看游购 我看看 你要干什么 让我看看 这本吗 诚心计算中 我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买的 真的假的 是不是又想到什么说什么了 不对 这样不然才有机会 我说老爸 你买这个要干什么了 想到就买它 这个好在外资内 根本没有屁股盘 那就放在右边的房间 啊 真是的 或许这方法还不赖哦 爸 你想买什么 我没有决定 然后右转 又没有什么东西好买 那么 有啊有 右转 正不快把030那个 030 哦 这好像不错啊 不错吧 家里摆一台那个 应该会很棒 抗用 名字也取得好 然后右转 右转 不是那个啊 右转 还是豪华版运动器材了 那是什么东西 还是比毛刀X比较好啊 嗯 这个配合 它就做记号 嗯 怎么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在家做日沙龙 日沙龙 日沙龙 那是指日沙沙龙吧 啊 分吧 是完全不搭搭的东西了 你这种年纪不需要了啊 这倒也是 那你为什么要做记号啊 我都觉得 这个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这照片系 这个一台可以做40种肌肉训练的 抗右 然后右转 爸 你最近不是缺乏运动吗 嗯 这种的其实不怎么占空间呢 不行 嗯 这个名字取得不太好啊 哦呦 这个是电动飞镖 看起来好像很热闹 哇 你有要玩吗 不 那就不需要了 难得有这么多好东西 好好选一个吧 选不像这种食用的东西 鱼用的东西 你是说这个啊 这是什么 这是石像存钱筒啊 沉默的石像 帮你好好储存财物 鱼用说它食用不抵制很食用啊 靠用 然后又转 好有趣的东西啊 你觉得那页干嘛 你干嘛一直插嘴啊 又转 今天全部看过再来决定 爸 爸 你都看完了 哎 爸 没有需要的东西 只要看一看肚子就会变得好饱哦 这叫做明明没有哪具像白了一样的魔王 前方 右转 哎 怎么啦 又转 老爸 是发生什么事啊 不知道啊 又转 又转好像很伤心呢 嗯 前方左转 我回来了 老爸 你回来了 老爸 今天送来一个好大的东西哦 哦 是有购商品 有购 哎 老爸 你买什么啊 柚子啊 你现在去 把他打开吧 啊 是什么啊 为什么只有柚子太幼 老爸真的好偏心哦 好 我要去便利商店晃一晃 我身上有一千块 前方右转 肚子有点饿 买了肉包一百块 然后口渴了 又买了牛奶八十块 又转 刚出炉的少年满手 是两百七十块 好了 我现在口袋里还剩多少钱呢 好 欢迎 好 好 好 哦 啊 啊 好 宇宙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新阳宇宙那么美丽 明天还是好天气 我要去便利商店晃如晃 我身上有一千块 要买什么好呢 肚子有点痕 所以买了又高一百块 口可拉又买了牛奶八十块 刚出炉的少年马铃薯 是两百七十块 好了 我现在口袋里还剩下多少钱 答案是 继续执行 靠左 然后左转 左转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期待再相逢 你真想要 你真想要找一句 你真想要找一句 似乎春节 会让你心动的话语 让你接受我 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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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爱我 靠右 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 哈喽你好吗 衷心感谢 珍重再见 使用右边的出口 期待再相逢 走 路线计算中 哎 橘子你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秋天又到了 我好讨厌秋天哦 会让人变得多愁善感 为什么秋天老是让人觉得这么悲伤呢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再过不久 一年又要结束的关系吧 啊 有道理哦 我真的好怕结束这两个字哦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这个字代表了悲伤啊 像运动会开幕典礼之类的 不是都会让人觉得很兴奋吗 啊 我懂我懂 结束之后就会觉得很落寞对吧 对对对 没错 国中时候的向外旅行也是 去的时候都很开心 继续执行 下一站是新河冰 新河冰 新河冰 要向这旅客轻转为小车 然后右转 右转 已经到河冰了 那不就不要到家了吗 啊 上外旅行就快要结束了 前方 左转 还好大家都睡着了 所以没被发现 左转 我懂 我很夸张吧 因为当时觉得很难过 自然在灰尘的路上哭出来了耶 前方 报着 执着 suppressed 小转 你也哭了 没有啦 我还不至于哭啦 左转 对啊 我想也是 其实我觉得 觉得你太感兴了啦 啊 什么 你说我太感兴了啊 会嘛 可是 小转 你不是又被电影或是书 感动到哭的时候吗 这跟你的感动好像又不太一样 你会被那种自然发生的事情感动 可是我不会哦 你说得好深奥哦 对了 每次我小暗的连续剧播完的时候 我也会哭诶 志明 你在干嘛 春娇 是你叫我打爱的 你这个大笨蛋 这种费赖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镇注 真的吗 在那里 不要让他给跑啊 被找到啊 你这是死缠烂打爱老爹 这出戏今天就要全部结束了 已经是完结编了 明明还蛮好笑的说 要结束了 就要结束了 明天还有什么乐趣可以支撑我活下去呢 我懂我懂 这种感觉我懂 对啊 没错吧 画面上的字幕也会跑得比平常还要久 没错 这也会让人觉得很感伤 还有哦 考试的时候也会这样 诶 我明明就有背那段年代 但是怎么想就是想不起来 好了 时间到 还没写完时间就到了 让人很想哭 那种事情也让人很难过 我都会流下悔恨的眼泪 这种情形应该不一样吧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昨天橡皮擦也让我非常感兴趣